大年初六咱们是继续开书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清差大臣郑敦锦 带领了自己在户部精挑细选的两位干例 来到了江宁城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要二审张文祥赐马 那么说这郑敦锦 大清朝的大司寇 来到了南京城 他要办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他是急于的想了解 这第一审张文祥公堂之上到底问出了什么 他知道广看暗宗是没有用的 因为暗宗之上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写的 比如说犯人放出大逆不道之狂言不能写 有为伦理有伤风话不能写 再有涉及到朝廷官员的隐私也不能写 那么一旦刑犯招供出这类话 那记录在哪呢 都记录在在场的行明师爷的笔记当中 不抄录到档案里啊 那是允许的 但是不做笔记 没有记录肯定不行 而且呀 每堂会审也不是只有一位 刀笔师爷来记录 也就是说这每堂会审呢 广是记录员就有好几位 咱们就说呀 这第一次会审张文祥吧 这三堂会审呢 都是哪三位大人呢 一位呀 就是江宁将军奎裕 还有一位呢是江宁不正使 没起照 这两位大人会审张文祥还不算完 朝廷啊 还派来了一位钦差 这位钦差都审大臣呢 就是从锦宁赶来的曹运总督张之万 这大人呢 升堂审礼案件 每个衙门口的师爷都负责记录 并且呀 还要公出几位师爷 也要随堂笔记 对了我这钦差正敦锦呢 就是想看这些随堂笔记 于是他交代了自己手下一满一汉两位郎中 这汉郎中啊 叫严世章 满郎中啊 叫伊勒通阿 他交代这两位郎中啊 让这些师爷不但要把庭神笔记 交到钦差行员 并且呀 亲自还要来一趟钦差行员 这大人要问话 当然了 这问话呀 主要啊 是由这两位郎中负责 问什么呢 就是要问庭审当中的细节 您想啊 这郑敦锦这身份在这摆着呢 他又有这个钦差的头衔 一道钦差手遇下到了各个衙门口 那还不快吗 这行明师爷们呢 也别过年了 都叮巴叮巴的 来到了行员来回大人话 经过这三五日的逐个问询呢 第一次审理张问祥案的 情形基本上已经明了了 这张文祥啊 在两江总督行员一侧的剑道上 刺杀了马欣怡 被众人拿过之后 就被关在了总督行员的大牢里 到了第二天的头上啊 两江总督马欣怡 因为伤势过重 撒手人寰 那是去了 这江南官员呢 立刻组织审理张问祥 这第一天审理啊 正是可是不小 这堂上坐着很多位大人 有的是正审正差 您就比如说这江宁将军魁玉吧 他现在啊 是本地最大的官员 虽然是武将啊 但是是从一品的官员 那么哪些位大人又是正审正差呢 您比如说啊 这江苏巡抚丁日昌 他作为一省之巡抚啊 就应该逐审此案 可是前文书咱们交代了 这丁日昌 他并不在江苏 他接到了两宫皇太后的手谕 前往天津城啊 去协助曾国藩处理教案 那么现在在堂上 这正审正差的大人 自然就是这江苏一省的 布正史和宣服史 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 藩台和涅台大人 除了这些审案的以外呀 还有不少大人 从各个衙门口赶来庭审 这其中啊 就不乏也有这个被刺杀的 两江总督马心仪的心腹 谁呀 一位呀 是江苏后不道 叫做孙一言 另外一位呀 山东后不道 叫做袁宝庆 这袁宝庆 您听着耳声吧 他是这个河南相城人 他父亲呢 叫袁树三 他是个袁树三的老二 我琢磨了这爷俩的名字呀 您听着也许不会耳熟 可是啊 这个袁树三的孙子 袁宝庆的继子 那可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 这就是近代史的风云人物 一代萧雄 明国的大总统 叫做袁世凯 这位孙一言呢 性情耿直文比老了 可谓是这文臣当中 不可多得的耿直之人 这袁宝庆呢 本人是饥饿如仇 言辞犀利 比起这个孙一言而言呢 除了文涛啊 在武略上也有建树 就因为这二位呀 脾气耿直 过于质朴 所以说呀 二人十几年的 浣海沉浮 并得不到重用 马新怡呀 他了解这两个人 认为这两个人 是能臣实干例 于是在接任了两江总督之后啊 立刻就把这二人 调到了总督行员 成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就是因为这总督 马新怡对这二人呢 有知欲之恩 所以今天才来到了大同上听审 这大人声唐以后 人犯张文祥带到 众人一看 这张文祥被捉五天 这精神面貌不但没有削减 反而精神了不少 发须衣着呀 也不像前两天那么灵惯了 虽然这脖相上啊 没家中家 但是啊 也有一副小家 卡在了脖子上 这倒不是刑具 主要是怕他呀 畏罪自杀 撞墙寻死 堂上大人坐定 堂下罪人辅导 首先就是人犯啊 要招供履历 这张文祥也不避讳 向堂上诸位大人回话呀 倒是有问有答的 一一道来 据这个张文祥交代呀 他自己是河南人 是汝阳人呢 就是出杜康九那地方 年轻时啊 闯荡江南 在宁波城啊 成家立业 开了一家小小的典当行 可是呢 这好日子没过几年 就闹起了太平军了 他一看呢 这太平军里呀 有自己的老乡 也有自己的熟识之人 官军与这太平军一交战呢 这就算是乱世了 日子不好过 自然这典当行的生意啊 也大不如前 于是啊 他就放弃了生意 加入了太平军 也算是混口饭吃 在这期间呢 他辗转还加入过碾军 总之啊 都是反政府武装 在这个浙江啊 安徽都和清军打过仗 招供至此啊 这大伙也都听明白了 这张文祥啊 就没想活着出去 还别说刺杀的总督马新怡 就光凭这两点 既加入过这个长毛联斐 还亲自上过战场 和清军打过仗 就凭这两条啊 也够他死扒回的了 那么说这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这家里呀 还有一儿一女 哎 这女儿已经出嫁 叫张宝珍 儿子呢 已然娶了媳妇了 叫张长福 这两个人呢 不在浙江 都在这河南老家生活 问这此处重点来了 这堂上的魁裕将军 一拍京堂墓 张文祥 那你为何要刺杀 两江总督马新怡呢 这会儿啊 这张文祥啊 不言喻了 他说杀人的就是我 我已然承认了 又何必多问呢 这堂上的大人一看呢 这张文祥显然已经做好了滚堂的准备 哎 不打算招供了 那么俗话说的好 这关断十条路 连哄带吓唬 这吓唬啊 还不管事 那自然就得用行了 这江宁将军魁裕 武行出身 说在这军队当中 又惩罚谁个四五十军棍呢 玩似的 不用吓话 挥挥手 底线就明白了 是拉出去吞下裤子就打 于是一声令下 把张文祥拉下堂去 就在狼言之下 着着时时可就赏了石板子 这石板之行啊 虽然不算大行 但是打的也算挺重 拉回到堂上啊 这张文祥可就有点归不住了 只能半扶半趴的 在大堂之上回话 这魁裕说呀 你要不招 咱们也不着急 石板石板的打 直到打到你招任为止 这张文祥呢 抬头看了看堂上的魁裕 他跟这魁裕说呀 既然大人要想听呢 我也没有什么不招的 也不用打了 只不过啊 说起来呀 涉及到小人家里边的 一点家仇 所以呀 我才不想说 魁裕说事已至此 不由你不说了 赶快招来呀 也免受皮肉之苦 这张文祥二次起身跪倒 在大堂之上 才到重新有了招队 他说呀 自从从发年以后啊 和这个清军坐了几次战 一直就到了同治三年 这会儿的太平军呢 已然日落西商 这战争格局的盛事啊 逐渐就偏向了清军 张文祥一琢磨啊 说我就别在这太平军中等死了 等到这南京城破呀 玉石俱焚 到时候再跑可就来不及了 于是脱离了太平军 就回到了宁波 到宁波自己的家中一看呢 傻眼了 原来自己的家中啊 还算小康 可是他回去一看呢 现在是家徒四壁 来了一个四干辣空 连自己也睡的床 坐的椅子都没了 像这个街坊四邻 一打听啊 才知道 张文祥啊 去当了太平军 自然是给家中的妻子 留下了安家费用 可是谁也没想到 这张文祥的妻子罗氏啊 和当地的一个恶霸 叫做吴炳谢的 早有勾搭 这张文祥一走啊 算是称了这两人的怨了 干脆这二人呢 就住在了一起 这恶霸吴炳谢 直接就搬进了张文祥的家中 张文祥呢 他本身就是外地人 河南人嘛 在宁波呀 没有什么亲朋故友 这两个孩子已然长大 一个呀 回到河南娶了媳妇 另外一个女儿啊 也嫁回了河南 再加上这吴炳谢 本来就是当地的恶霸 这街坊四林呢 也乐得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这种阿扎之事啊 也就假装看不见 就算罢了 也就是在同治三年的时候 这两个人呢 也觉得这太平军大势已去 他们就琢磨着呀 这张文祥啊 指不定哪天就回来了 那您想想啊 当过长毛连匪的人 那能是好脾气吗 一旦发现这二人的奸情啊 那就是一场人命 于是这对狗男女一商量啊 咱们呀 别在这瞪着眼 等他来杀了 干脆呀 咱们先给他来个卷包会 这二人定下计策之后 这罗师可就不闲着了 把张文祥的所有家产 变卖一空 可就换成了现钱 这俩人揣着所有的银钱得烟 可就颠了 躲到了乡下呀 闷头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 这张文祥哪咽得下这口气呀 回来之后 我发现此事 递了这一把刀子呀 城里乡下的就去找这对狗男女 结果呀 他肯定是没找着 那没过多久啊 这张文祥也围了难了 为什么呀 家中啊 已然被罗师折腾空了 自己身上带着这点钱呢 也快花完了 再这么折腾下去呀 眼看就要挨了饿了 就在这青黄不揭的时候啊 这张文祥说了 自己的一位贵人出现了 也就是啊 他在宁波唯一的一位朋友 叫什么呢 叫龙启云 这龙启云呢 找到了张文祥 听张文祥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一番之后啊 他自然也是很气愤 替这个好朋友抱不平 那现在一时半会儿啊 又找不到这个吴炳谢 以及张文祥的妻子罗氏 他说这老张你也得生活呀 于是啊 龙启云从怀中就掏出了一张银票一百两 他和这个张文祥说呀 你拿着这点钱呢 做点小买卖 也好重振家业 那么说这位龙启云 他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出手如此阔绰呢 哎 这龙启云呢 他也不是个好人 他是一个海盗头 那么说这张文祥拿了龙启云的一百两银子 他就琢磨了 他干点什么呢 他又会干什么呢 他一拍脑袋呀 琢磨明白了 看样子也只好啊 是从操就业了 他原来投加入太平军以前 就是个开当铺的 可是呢 这一百两银子呀 看着不少 开当铺肯定是不够 于是啊 也只好开了个边缘产业 叫什么呢 叫小鸭 那有人就说呢 这种小鸭它不合法吗 这当铺外边不通常都写着荡荡小鸭吗 可是您可得知道啊 张文祥开的这个小鸭呀 和这个当铺幌子上写的那个小鸭 可不是一个意思 这当铺写的小鸭呀 是针头线脑也能换钱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这个荡荡啊 无论大小 只要有价值啊 我们这就能给您换成钱 可是张文祥干的这个小鸭 可不是这个意思 他们呢 是专收穷人手里的荡票 很多人呢 当了东西之后才发现呢 这钱越花越长 这些当的东西根本就赎不回来了 可是这翻锅淡票来一看呢 背后写的清楚 三月不赎便为死当 那也就是说呀 到了三个月头上 您还不来还钱赎当 那这东西可就成人当铺的了 到时候啊 当票可就成了废纸了 于是呢 有的人认为啊 这东西肯定赎不回来了 在这个三个月以里啊 就把这个当票又压了一回 那压给谁啊 就压给张文祥这种开小鸭的人 您别小看这张当票 这当铺里开出的这张当票啊 应该叫做红器 这当票虽小啊 也算是契约 您拿着这张当票 无论走到哪个衙门口去打官司 这官家呀 是承认的 在清朝啊 像张文祥这种小鸭开出的鸭票啊 那叫做黑器 因为这买卖政府就不承认 所以说呀 这张当票也没有法律效应 这上面啊 除了一个编号之外 这背后也有一行小字 气日不熟 变为死当 有的人更狠 干脆写的呀 是当日不熟 变为死当 这种小鸭呀 历朝历代 都是政府打击的对象 中国人自诩中庸 他为什么要有典当行呢 手头又急用了 需要钱 又没有现银 拿出点东西 明明能值十成 只能荡出三成四成 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以后 再去熟当 损失并不大 这当铺赚的也不是很多 这小鸭就不一样了 只要你不熟当 我就去熟 拿出市主的当票 去熟当之后 把东西一卖 往往就是几倍的利润 长此下去 不但这小鸭 从中偷鸡取巧 谋取暴利 放任他们下去 一旦设施的老百姓 从中看不到希望 那激起民怨导致民变之后 也够当地的官员 喝一胡的 所以说 各级政府是严禁小鸭 这马新一上任两江以后 贴出了告示 严禁小鸭 张文祥这买卖呀 就被官兵给抄了 这下不但一下子就混成了白丁 还欠下的龙启云一百两本银 这张文祥觉得自己呀 算是倒霉透顶了 于是一气之下写了封壮旨 他要干嘛呀 他要状告自己的妻子罗氏 以及啊 诱拐罗氏的吴炳谢 让官府出兵出人呢 把这两个人抓到 这样一来呢 自己的家产呢 可能多少的 还能得到些保全 那告吧 从县里啊 一直就告到府里 结果没人理他 这各级官员不受理的原因呢 都是挺多的 首先说呀 这太平军刚刚剿灭 各级州府啊 都要恢复办公 有的地方啊 干脆官员还没到呢 谁又能受理你的案件呢 于是啊 这张文祥贼起飞制 他听说呀 这两江总督马新一啊 视察宁波 于是他就想起了 拦叫喊冤了 结果呀 连这马新一的面都没见上 人家根本就不受理民词 这也难怪这位两江总督 这总督大人 怎么会派人去 给你找媳妇去呢 于是这张文祥怀恨在心 回到家中之后啊 喝着闷酒 是生着闷气 就在这会儿啊 他那位海盗朋友 龙启云来了 那么说那龙启云 是跟着张文祥要账来了吗 还真不是 这龙启云呢 是逃难来了 瞎了一只眼 折了一只胳膊 这张文祥一问才知道 这龙启云呢 在海上啊 遇上了马新一的剿匪部队 结果一打起来啊 这海盗哪是根啊 这龙启云的海盗部队 几乎是全军覆没 只剩他一个人啊 仓皇的逃回了宁波 这会儿啊 这龙启云和张文祥两个人呢 算是难兄难弟了 这两个人坐在这个张文祥的家中 是越说越气 是越气越喝 喝着闷酒生着气呀 主要就是骂的两江总督马新一 喝到最后啊 蹭的一声 这张文祥可就站起来了 他指着这龙启云说呀 大哥 你这样啊 也干不了麻了 报仇的事啊 都交在我一个人身上吧 这马新一啊 先出了政令 封了我的小鸭 然后又不受理我的夺妻之案 你在海上啊 又遭了他们的暗算 才弄的是浑身带伤半死不活 你现在身体不便 这事不用你管 我一个人去找他报仇 就这样才有了这张文祥赐马一啊 这堂上的大人一听啊 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这段口供漏洞百出啊 就别的先不说 就凭你长毛年匪的身份 还干过朝廷违法的勾当 开过小鸭 就凭你这种人 还敢跑到两江总督 马新一的轿前去拦叫海渊 那你要是真敢这么做呀 那不是傻了就是疯了 就在这众官员 听完张文祥的供述之后 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的时候 江苏厚不道 孙一言 哎 站起来说话了 他跟这个堂上的奎裕大人说呀 贼汉且脚 非酷刑不能得食 哎 这句话呀 后来也被他写在了 这个马新一的墓碑上 他意思就是说呀 你得用刑啊 得用飞行用重刑 要不然他招不了 正所谓啊 抄手问食 靓而不招 更何况啊 你不用刑 他能招得了吗 这魁语一听啊 没错 来人呢 把家棍抬上来 这撞巴牙一听 堂上大人一声令下 立刻一对家棍 就扔在了堂口 眼看呢 这堂上就要给这个张文祥 用上飞行了 哎 就在这会儿 可就有人站出来拦行了 谁呀 就是主审大人之一 江陵部正使 梅启诏 这梅启诏拦住了魁语 说将军三思啊 如用刑过久过重 又恐凶犯仓促致命 一旦用刑过度 这凶犯的挺行不阔 他死了 咱们啊 又没问下真正的口供 怎么向朝廷交代啊 哎 就因为梅启诏这一句话 又留下了一个伏笔 有人说 为什么这梅启诏拦着不让给这张文祥用刑呢 因为这梅启诏啊 虽然不是乡君出身 但是啊 他可是曾国藩的人 这二人呢 自诩师徒 对了 这梅启诏啊 他是曾国藩的学生 这世人传闻呢 这梅启诏是怕审出点什么 所以才不对这凶犯张文祥用刑的 这天色已晚呢 也只好退堂 就在转过天来 朝廷的旨意来了 让他们等 等什么呀 因为这朝廷啊 派出钦差来了 派出谁来了 就是这河道总督张之万 让张之万以钦差的身份 潜到南京啊 渡到神里刺马一案 前文说咱们交代了 这张之万胆子过小 这一路上兢兢战战的 走了一个多月 半路上啊 还闹出了两千人 护卫总督大人拉屎的笑话 张之万来到南京 咱们这书目啊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诸位大人声唐 才要二审赐马一案